哎 如花 我们都跟着这个家伙跑了这么久了 他到底能不能找到宝贝啊 我怎么知道呀 总之跟着他走就是了 再说了 跟着他走总比跟着你走好吧 哎 我是怕你被这个家伙给骗了 到时候我的钻石块可就全都白白浪费了 你要知道 我的这些钻石块来的有多么不容易 想当初在钻石村的时候 我想多带一点你都不让带 现在你知道钻石的重要性了吧 你少废话了 让你跟着你就跟着 既然你自己找不到宝贝 还不让别人找到宝贝啦 哎 你可不能这样说 讲道理可不是这么讲的呀 你要想讲道理的话呢 就要心平气和的想嘛 你不好好说 我怎么知道呢 喂喂 你突然转过来看着我干嘛 你 你 你怎么就跟个唐僧一样 能不能别念啦 虽然你很有诚意的看着我 可是我还是想说 下次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可不能再这么大声了 哎 顺便 我还想再说一句 你一直跟着的小摸好像不见了 就在你刚刚转身的一瞬间 哎 小摸呢 刚刚还在前面呢 哎 你看吧 所以我就说嘛 遇到什么事情呢 千万记得要冷静 而且走路的时候啊 一定要记得看前面 你看你这冷不丁的突然走过来 小摸也不见了吧 所以嘛 我早就告诉你了 这个家伙啊 肯定是在骗你 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宝贝在什么地方 哎 如花 你人呢 什么情况 怎么你也不见了 喂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深的一个洞啊 哎 如花他们该不会掉下去了吧 喂 如花 你在下面吗 这个洞得有多深呢 要是按照十六子阴阳风雪秘术来说 这下面还真有可能是宝贝 那我要不要下去呢 哎 啊 哎呦 我去 谁这么觉得呀 觉得在后面踢我屁股 啊 阿盐 你怎么也掉下来了 我 呃 我当然下来救你了 你说你 让你走路要看着前面吧 现在好了 掉到这么深的洞穴里面 幸亏有本土龙的事下来救你 要不然你这辈子都别想再吃到烤鸡了